iPhone 8到底还有多少库存没有卖出去啊 我想问一下库克你还准备卖几年呢 前用iPhone SE二代现在又搞出一个iPhone SE三代 都是一些换摊不换药的这么一个操作 SE三代搭载的是一个A15的这么一个处理器 在1200这个价位 它的性能应该算是最强的一个智能手机的吧 好在库克还有一点良心 把这个摄像头也升级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拍摄出来的照片还是非常高清的 没有任何模糊的这么一个感觉 这个比苹果吧 强太多了 但是这个外观的话就一言难尽了 你就不能好好的设计一下嘛 对不对 直接就是苹果吧 套了一个壳过来就行了 这个logo的位置改变了一下 其他的话跟苹果吧简直一模一样 4.7寸的这么一个小屏 单手握持手感特别不错 这台机器的话 它的续航的话 对比iPhone SE二代要好上很多 但是如果是中度游戏二者的话 我还是不推荐入手 毕竟它的性能是强了 但是它这个电池没有增大多少 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实体的后膜按键 这应该算是在2023年的今天 非常少见的这么一个设计的吧 总的来说 这台手机的话 在性能这方面 绝对是最强的这么一个存在了 但是在续航这方面 绝对是最垃圾的这么一个存在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